小姐 小侯爷有点过分啊 就算是您算计他在先 但是在娶您之前 他也是知道您的算计的 他可以死活不娶 你也拿他没办法呀 如今既然娶您进门了 却想一辈子抬头低头都不见 只为其一个夫妻虚名 那还要他干什么呀 灵化看着琉璃 天下好看的男人 心肠好的男人 心善的男人也有很多的 不止一个小侯爷 你 您要不合理算了 说什么呢 你让我半途而废 那您怎么办 我承认小侯爷是挺好的 长得好看 人也良善 哪怕您算计他 他也就放些狠话 没有将您如何 但是吧 这不是只有好就够了的 比如 您与小侯爷开始签协议的时候 小侯爷想的简单 而您呢 本身就心思不纯 没有那么简单 您根本就没有打算与小侯爷 做相敬如鞭 只有夫妻之名 没有夫妻之实的夫妻 您想与他做真正的夫妻 和和美美的生孩子 所以如今矛盾就出来了 您所求 小侯爷那个性子和脾气 根本就达不到 这才大婚几日啊 就出矛盾了 若是僵持下去 无论谁妥协 以后还会有大问题的 说得严重一些 再这么折腾下去 不是您毁了小侯爷 就是小侯爷毁了您 铃花呼吸都停了 那我就这么放弃了 小姐您想想 您的不甘心 也就才小半年而已 满打满算 您从初始小侯爷到今日 也就小半年 几个月而已 而太常四亲家的小姐 喜欢了小侯爷好多年呢 比您不甘心多了 不也离京出走了 我去找他 再谈一次 小姐 你不要灰心丧气 怀疑自己吗 这么多年 哪怕是敲灯蚊鼓 受过罪 差点死过 哪怕几次被东宫追杀 鬼门关也走过树造 若是认真算起来 你也没有栽过什么跟头 如今就算在小侯爷身上 栽了跟头 那也不算什么呀 爬起来 还是一条好汉 行 我知道了 他抖抖身上的血 撑着伞 去了紫园 少夫人 您和小侯爷 是不是又吵架了 算是吧 他可有交代 我能进去吗 小侯爷没交代 朵子请 燕青 你是真讨厌我 燕青转过头 看着林华 见他一脸平静 瞳孔缩了一下 他讨厌林华吗 门心自问 自然是不的 但要是回答林华 他却又回答不出来 也对他摇不了头 当初的协议 我有点忘了 你可有收着 能不能拿出来 给我看看 燕青不说话 只看着他 是弄丢了吗 那我让琉璃去拿 我的那纸协议 好好收着他 拿给你 他想看看 他要做什么 燕青从压箱底里 将那纸协议拿了出来 递给林华 林华伸手接过 缓缓坐下 坐在桌前 就是桌子上的灯光 一条条地看着 这张协议 协议是他当初 跟燕青一起核对签下的 自然有很大的 哄骗他的成分 他本来以为 哪怕有这纸协议在 他顶多能做到一条 就是不干涉 燕青做纹裤的 这件大事 至于其他小事 在他的潜移默化 温水煮青蛙下 总能一步步地越过线 在燕青没发觉的时候 步步退让妥协 总有一天 让他自己不由自主地 废弃这纸协议 林华一边 看着协议 一边在心里 审视剖析了 这段时间的自己 他素来聪明 但也不得不承认 就是这份聪明 让他办起蠢事来 清醒后 也让他 对自己很无奈 可能 他也犯了一个 很多人常犯的毛病 就是什么东西 越想要 越珍惜 抓得越紧 越容易失去 林华盯着燕青 看得有点久 但他的神思 却似乎有些飘 从眼神上 就能看出来 倒不是说 他眼神迷茫 而是眼神里 有什么东西 隐隐地流动 是叹息 是无奈 燕青本就想等 林华开口 看看他到底 想做什么 但这时 忽然有些受不住了 你要说什么 他知道 林华一定有话要说 或许 他还有事情要做 我想了一下 大约越是在意 越是不能忍受 未知的危险 恨不得将之屏蔽在外 做出一些苛刻自己 也束缚你的事情 近日一早 我出府去了张府后 张老夫人提点了我一番 那时我觉得 的确我想差了 两个人过日子 我界限分明不太好 是想得有些不对 因为没有长辈交 大概就是这样 很不好 不知道怎样 才是最妥当 后来毛色顿开后 我进了宫 见了太后 太后与张老夫人 说的话不一样 但道理却是一个道理 殊途同归 到底是活了一把 年纪的长辈 吃的盐 比我走的路多 后来 我又去见了陛下 陛下准了 让我多带些人 保护你 燕青挑眉 这协议签订的一日 的确是我有对未来的算计 不太诚心 拐带哄骗 我们婚后 我也想当人的得寸进尺 影响了你 我没觉得 自己做得对 燕青又挑了一下眉 燕青 你再考虑一下好不好 我觉得 我还是可以挽救一下的 但你若是真的不想挽救 对我厌恶至极 半非也不能忍受现在的日子 或者 我顶着你妻子这个身份 影响到你吃不下饭 那么今日 我们一起写和离书也行 燕青眼底 一下子涌上一大片黑色 但因为是夜晚 又是朦胧灯光的原因 燕青一张脸 太平静如常 以至于零化只看着她的脸 心沉了沉 她眼底的神色 却没瞧分明 你想今日叫何离书 果然 她是乐意的 她笑了一下 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很可怜 喜欢一个人没有所得 弄成败局 但却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更何况 是在燕青面前 不是我想要 是我想问问你 你早先在藏书阁外 说的那些话 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你说的我一切都影响你 不想看见我 以至于 要将海棠院和紫园之间 骑到墙 以后抬头不见 低头也不见 我认真想了想 觉得真不必这么麻烦的 你想了半天来找我 就是想何离书的事 也不是只想这个 那你再说说别的 我再一起考虑 燕青无声地 在心里沈笑了那么一下 又觉得 自己这沈笑 揉着一团的火气 上不来下不去 除了何离书 就是你跟我 去一趟江南 如今已入冬 最多年底前 一定能回来 这一段时间 我们再试试 也许等回来时 你会觉得 我也不是那么讨厌 让你不想再看到 也没有那么太影响你 还是可以忍受的 也许不用你再 砌一道墙 我们大约 能像寻常夫妻一样的 过得下去 若是我哪个也不选呢 哪个也不选 就是哪个都觉得不好 还是 有别的想法 还是觉得 早前的决定没问题 不接受反对 所以 你依旧是觉得 七道墙将我隔开 只需要一个 顶着你妻子名分的女人 而不需要这个女人 在你面前出现 对吗 你走吧 谈问题 不能谈到一半 无疾而终 总要解决的 燕青心里那团火 疼疼往上冒 但看着林华 一脸认真 今日要做个决断 弄个明白 出个结果的表情 他心里哽了哽 你不是今日 要去萧枕的府邸吗 等你回来 我给你答复 哥哥 你一天没吃饭 吃饭吧 他说完 转身出了礼物 你去告诉厨房医生 可以将小侯爷的饭菜 端来了 我的饭菜 就不必了 他去二皇子府吃 否则 在府里吃饭 他怕自己 什么胃口都没有 吃不下去 那主子宁呢 宁的饭菜 我的就不必管了 时间不早了 我去二殿下府里一室 感谢您 bli